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却听到他和朋友戏谑道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将猪吃食也愿意 区区过敏算什么 我心脏一顿 又听得他说 若不是圆圆拒绝了我 我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我正站在包厢门口 看着手臂上因过敏肆意而起的红疹子 只觉得自己很可笑 这就是我用尽了心力去爱的男人 将 将猪 包厢里一声提醒 所有人都朝着门口看了过来 我扯动了下嘴唇 转身离去 身后议论却没停 陆思雨 还不去追 女朋友要生气了 陆思雨只轻笑了一声 有什么好追的 冷战两天 他又要回来舔我的 将猪他呀 离不开我 接着又是一阵哄笑 而我的脚步加快 只想尽快远离这个地方 我回了家 父母看出了我的心情并不好 特意过来宽慰 我收敛起情绪 以非常平静的口吻告诉他们 我和陆思雨分手了 爸爸可以不用再为陆思雨 那个没用的项目劳心劳力了 我爸明显一惊 我转而又对我妈说道 陆思雨在学校申请的项目基地 您也不用因为我的关系 特意给他走后门了 学校该怎么公事公办 就怎么公事公办就好 我妈睁大了眼睛 随即和我爸对视了一眼 好一会儿 他们才反应了过来 女儿懂事了 长大了 说着 他们眼眶都红了起来 可见 我和陆思雨在一起的两年 到底是让二老操劳了不少心 为了彰显我的决心 我郑重地对父母说道 从今以后 我都不会和陆思雨有任何的瓜葛 请爸妈相信我 爸妈握着我的手 还是一脸的关切 不管我们的女儿做什么决定 爸妈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 谢谢爸妈 接下来几天 我都没有和陆思雨联系 我才发现 没了陆思雨 我的时间多了好多 我可以和闺蜜看电影 喝下午茶 逛街买衣服 享受一切欢乐的时光 而不用将时间 放在毫无意义的等待 自责 愧疚上 从前 我也会和陆思雨吃饭 看电影 喝下午茶 但每一次约会 她都会迟到 经常性 一迟到 就是两三个小时 而每一次迟到 她无非都是那些借口 因为朋友需要帮忙 因为项目需要她测算 因为睡过了头 反正在她的世界里 什么东西都比我重要 我永远都是排列在最后一位 有的时候 我生气了 她便会说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 就该知道 我是这样的人 现在后悔 跟我在一起了吗 那分手好了 她屡次拿分手威胁 而我屡次被她精准拿捏 送她昂贵的奢侈品 她会说我瞧不起她 嫌弃她穷 转手将我给的礼物 送给她的朋友 我将父母介绍给她认识 她会说我故意拿资本压她 然后心不甘情不愿地 接受我父母的资源 我主动申请加入她的项目 她便在众人面前嘲讽我 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千金大小姐 来了也只会添乱 可每次有聚会 有酒局 她又会带上我 让我为她付账 为她买单 就上次 她过生日请来二十多个人 吃的全羊宴 我就花了近十万块 但好在 我只花了十万块 如果那天我没有听到 路斯宇和朋友之间的一番对话 我原本还打算 送给路斯宇一辆法拉利的 她曾在我面前抱怨 自己出去谈生意总打车 很没有面子 我问她喜欢什么车 她随口就说了一句 法拉利不错 我当夜就找朋友订购了 还是全球限量款的那种 现在好了 这辆法拉利我自己用了 车子开到学校的时候 不知道多招风 闺蜜琪琪 从车上下来时 尤其在我耳边说道 猪猪 这才是千金大小姐 该有的样子好吗 从前 我们都以为 你被路斯宇下了降头 还想着找个神婆为你驱邪呢 我对她笑了笑道 放心吧 以后不会再那样了 正说着 路斯宇和她的一帮朋友 迎面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看向他们 路斯宇则是一个眼神 也没有在我身上停留 擦肩而过的时候 她的朋友则是调侃 你女朋友这辆车 会不会是用来送给你和好用的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想要一台法拉利的 路斯宇看了眼教学楼前的法拉利 轻轻哼了声 给我 我也懒得开 她朋友笑道 这你就过分了 拥有法拉利都不够 还想让大小街给你当司机啊 路斯宇仰着头 脸上的表情意味深长 接着便是一群人的一阵哄笑 琪琪看着那群人的背影 连连嘖嘖了两声 我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还好你现在不喜欢路斯宇了 否则我都要跟你绝交 我无所谓的摇摇头 小丑罢了 不用理会 走吧 和路斯宇断联的第二月 我恢复了曾经的高调和张扬 也回到了原本属于我的圈层里 越是在礼貌 和谐的环境之中待着 我越觉得自己这两年过得像个星号 路斯宇一句 我看起来太有钱 我就将身上的大牌 全部换成了地摊货 导致我全身长红枕长疙瘩 好些地方都被挠破皮 留下了疤痕 路斯宇一句不喜欢我的朋友 我就和朋友们疏远 靠着花钱送礼物 努力迎合他的朋友们 最后反倒被他们嘲笑 辱骂式女田狗 还好 我及时醒悟了 否则 天知道我还得受多少委屈 你知道吗 路斯宇的项目基地申请 被学校驳回了 那个项目投资也停了 路斯宇正为这个事情 去叫悟出闹呢 我一愣 已然忘了这档子事 路斯宇恐怕现在才知道 他那个项目是你一手扶起来的吧 现在你不扶他了 他这个阿斗就直接到了 琪琪在我耳边说着 我的内心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平静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 当初没有对你好一点 不过后悔也没用了 你又不喜欢他了 他们这种人呢 以为得了人的喜欢就可以为所欲为 倒是没想着紧紧抓住咱们对他的喜欢 琪琪说得很对 路斯宇从前对我那样 不过就是仗着我喜欢他 现在我不喜欢他了 他在我眼里就跟草木没两样 下课 我和琪琪打算去逛逛街 走出教学楼时 我们看到了路斯宇站在我那辆 法拉利车前 一脸的冷漠 琪琪压抑道 他干嘛 想碰瓷啊 我摇了摇头 带着琪琪静止掠过了路斯宇 准备上车的时候 路斯宇很不情愿地走到了我的面前说 闹够了吧 我猝没看向他 他便道 三个月了 你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再这样下去 我们只能分手了 嗯 分手 我和他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我低头思索 想起这段时间 似乎是没有给路斯宇 一个正式分手的信号 于是我道 那分吧 说完 我和琪琪就要上车 他却拦在了我们车门前 江珠 别给了台阶你不知道下 你故意让学校驳回我们的项目基地 你故意让你爸撤掉对项目的投资 不就是想等我来求你和好吗 现在我来了 你该知足了 别太过分 我扯了扯嘴角 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反而是琪琪在一旁为我说话 陆思宇 你搞清楚点 你那个破项目 学校根本就不看好 都是珠珠一直承受着压力帮你 现在珠珠不想帮你了 学校也只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三年了 三年一个项目投入了上千万 一个子的回报都没有 你去外面看看 哪个创业者能像你这样挥霍老板钱的 珠珠爸爸没有找你赔付对赌协议里的违约金 就算是对你网开情面了 你别得了脸不要脸 好吧 陆思宇被琪琪对的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他咬了咬牙 然后看向我 江珠 你自己说 我诞生到 琪琪说的没错 你的项目根本没有任何投资的必要 我爸妈这样做没有错 他死死盯着我 一双眼里燃起了怒火 所以你什么意思 真要分手 我不知道陆思宇是怎么将项目的事情 牵扯到分手这件事情上来的 但总归我不会再惯着他了 我点头给了他一个确切的回应 嗯 分 他气急败坏起来 好 江珠 这是你要说分手的 你别哭着回来求我 求他 怎么可能呢 从前我是瞎了眼 才看上了你 现在我恢复光明了 眼里就不可能再有你的存在 知道吗 圆圆回来了 圆圆 哪个圆圆 就是陆思宇一直喜欢的那个圆圆了 在国外当了两年交换生 现在结束回来了 他当初走的时候还拒绝了陆思宇的表白 现在回来 第一时间就找上陆思宇了 但陆思宇不是有女朋友吗 那个千金大小姐将什么猪的 分了 陆思宇给人家大小姐甩了 听说人家大小姐想用法拉利去挽留她 都没有挽留下来 这陆思宇挺硬气啊 选修课上 坐在我和琪琪前排的男生 故意提高了音量聊天 琪琪冷笑道 真够低级的 我扯了扯嘴角 硬胡了声 是挺低级的 也是这个时候 陆思宇带着一个女孩子进了教室 那个女孩 我见过 在陆思宇的手机屏堡上 原来她就是圆圆 可当初 陆思宇是怎么跟我说的 她说 这个屏堡 就是一个不认识的十八线网红 所以 陆思宇是在有喜欢别人的情况下 和我谈的恋爱 我拧起眉头 胃里像是吞了苍蝇一般 感到了恶心 思宇 这里 我们前排的男生 招呼了陆思宇坐过来 陆思宇瞧见了我 微微迟疑了一瞬 下一秒 她则是勾了勾唇 直接牵起了身侧女孩的手 静直坐在了我的正前方 琪琪健壮 铁嘴 隔硬 然后拉着 我要离开 我却不急不躁地安抚她 道 好不容易抢了个好位置呢 我没事 琪琪这才安定下来 倒是 前面的人 又骚动了 思宇 这是新女朋友吗 真好看 那个叫做圆圆的女孩子 面对疑问 只是低了头 脸颊红红的 没否认 倒是陆思宇 先向后瞥了我一眼 才开了口 圆圆还没有答应我 圆圆随即道 哪有 明明是你还没有给我交代清楚 你这两年的感情生活 陆思宇一顿 圆圆又问向了她 当初你向我表白 我让你等我两年 可你转头 就答应别的女生追求了 这件事 我还没有过去呢 正好你朋友在这里 你仔细想想 该怎么求我原谅吧 陆思宇微微挑眉 那你说 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 圆圆俏皮地眨了眨眼 道 嗯 是前女友好看 还是我好看 当然是你 听说你前女友 是个千金大小姐 能帮你少走二十年 你真的甘愿 嗯 我甘愿 前女友送给你的礼物 你都扔了吗 扔了 圆圆所有的问题抛出来 陆思宇都给了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可每一个回答 都让我十分的不满意 就连陆思宇身边的朋友 在明知道我在的情况下 还故意添油加醋说 那个大小姐简直了 矫情又无知 除了家里有点钱 人品道德何止是败坏 和思宇分手之后 竟然给咱们的项目基地都毁了 是啊 那可是我们的心血 这两年思宇一直在忍辱负重 装得不要太辛苦 现在圆圆回来了也好 思宇总算脱离苦海了 圆圆十分讶异反问 那个大小姐真的这么过分 公报私仇的事都做得出 可不是 咱们现在看到她 就跟没看到一样 思宇 我给你说 如果大小姐以后再纠缠你 你叫上歌几个给你撑腰 啪 一声 我将课本摔在了桌面上 前面那一排人 终于回了头看向了我 教室铃声也在此刻响了起来 喧闹的教室骤然安静下去 老师也悠悠着脚步走进教室 而我直立着身子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前面一排人 琪琪则是呲牙咧嘴着 连带着我的愤怒都写在了脸上 我冷着声 看向了那个要给露思雨撑腰的男同学 孙虎 连续三年班级成绩垫底 但连续三年都拿了助学奖金 你以为这笔钱是谁给你 孙虎一愣 你 你什么意思 我没再看孙虎 再看向了孙虎身边的男生 李涛 你多次逃课 为打游戏 连期末答案都不曾参加 磕磕零分 辅导员将开除通知都交到你手上了 你以为是谁给你将开除处分收回的 李涛惊了惊 不 不会是你吧 我冷哼了声 再看向了圆圆 很抱歉现在才认识你 你一直在露思雨的手里平保上 但她告诉我 你只是一个不相干的十八线小网红 她也从来没告诉过我她有喜欢的人 否则我也不可能去追求她 圆圆看到我 一脸压抑 最后我对上了露思雨的双眼 在你心里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根本无所谓了 所以麻烦你 以后别在我面前当什么闲眼包 我最后重申一遍 那个垃圾项目花费了我爸上千万不说 还耽误了学校其他科研项目 如果你们再就此时说学校坏话 说我的坏话 说我爸的坏话 我不光要以诽谤和名誉罪告你们 还要按照项目投资合同上的规定 赔偿 找你们索赔 让你们这三年大学白读不止 说不定还要让你们倾家荡产 两年时间 别说你们一群人日常酒吧 聚餐都是我一手包揽下来 还有 露思雨这三年来 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 以及你带着你哥们蹭我的 我觉得我养一头狗 也该将我当回事了 但没想到 你们连狗都不如 孙虎和李涛到底是没想到 向来顺从的我也有爆发的一天吧 他们的脸色都难看到了极致 他们甚至还在强行嘴硬道 你说是你办的 就是你办的呀 你以为是谁 家里有钱 就可以只手遮天了 我轻笑 你们不信 没关系 反正孙虎的助学金 这学期肯定没了 李涛被开除的消息 也会被全校通报 孙虎和李涛咬着牙 已然不知道该以什么应对我 露思雨颜面尽失 站起来 竟是喊起了我的名字 江珠 你别太过分 是你要分手的 别搞这出 你越这样 只会引起我对你的更加厌恶 我承认 这两年的时间 我对你一般 但这都是你自找的 我本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看着露思雨这么有骨气 我也只能顺遂了她的意思 我看了一眼 她身上的衣服 道 刚才你不是说我送给你的东西 你都扔了呢 怎么劳力是水鬼 怎么还戴在手上 她一愣 不明所以的圆圆也正了正 等她反应过来 看向露思雨手腕上的表 眼眶都红了 思雨 你 她不傻 也该知道劳力是水鬼手表多少钱 以露思雨的条件 根本不可能买得起 露思雨恨不得给牙关节咬碎了 我还给你 说着 她带着怒气 将手表取了下来 然后 毫不客气地扔到了我的脸上 手表有一定的重量 那一下 直接砸到了我的眼角 鲜血流了出来 琪琪直接惊叫了起来 露思雨 琪琪连忙拿纸巾帮我捂住伤口 又立马让身边同学叫了救护车 而我则是对琪琪说 救护车免了 直接报警 琪琪多少被我的果爵吓到 但下一瞬就立马按照我说的做了 露思雨惊得脸色发白 她估计也没想到 自己刚才那一下失手 会出这个意外 孙虎和李涛见到琪琪报警 连忙制止 甚至于还在责怪我 不过是一点摩擦 报什么警 你堂堂一个千金大小姐 就不能别再刁难 思雨了吗 不过是个分手而已 你至于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琪琪简直要被气笑了 一点摩擦 你管猪猪眼角出血 当一点摩擦呀 露思雨故意伤人了好不好 还有 这条劳力士水鬼十万块 现在砸碎了 怎么 你们谁给露思雨出这个钱 孙虎和李涛见到地上 已经碎裂了的劳力士 咽了咽喉咙 在这一瞬间也语色了 课堂上的同学们也开始议论了 露思雨真厉害 软饭硬吃 吃了两年 还这鬼德性 有喜欢的女孩子 还答应别的女孩追求 恶心 大小姐不惯着她了 我看她还想怎么嚣张 从前她要疯的疯 要雨得雨 那都是大小姐惯着她 现在大小姐醒悟了 露思雨好日子到头了 至一生之中 露思雨的脸色越发难堪 她一身傲骨 岂能在这种情况下向我求饶 她狠狠道 陪你就陪你 十万块是吗 我现在就给你写欠条 齐齐是学法律的 见露思雨这么嘴硬 马上就拟了一张欠条出来 给露思雨签字 递给她的时候 还不忘嘲讽道 谁不牵谁是狗 众目睽睽之下 露思雨看着欠条 犹豫了一瞬 但是 孙虎和李涛 咽不下这口气 还在旁边窜多 思雨 签了 我看江珠 还能拿你怎么办 孙虎和李涛 真是陆思雨的好兄弟 钱不该他们还 他们当然可以张口就来 陆思雨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 签了字 齐齐收好欠条 然后对我说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代理律师 我来帮你办吧 等会儿你先去医院 我刚才叫我家司机来了 现在应该到楼下了 我点了点头 齐齐招呼了两个同学过来扶我 但露思雨这边却还没有完 她说 劳力是我已经还给你的 你是不是也该给 当初我送你的东西都还给我 我一听 愣了愣 竟然一时间想不起来 陆思雨送过我什么 她指着我手机上的挂件 道 这个 你一直留着 是不是还对我心存念想呢 但我告诉你 江珠 我们这辈子没可能了 我看着我手机上的皮卡丘挂件 险些笑出了声音 这个东西是我和陆思雨去逛精品店的时候 店员当作赠品送的 当时陆思雨看中了一条皮带 皮带价值三万 我给她付了款 她转头将赠品送给了我 还特意说 你送我礼物 我也送你一个礼物 咱们算扯平了 我付款买下的东西 给到陆思雨的手里就成了它的 她转而将礼物里携带的赠品送给我 也算是送我礼物了 也是 谁叫我瞎了眼 要送礼物给她呢 我扯下了手机上的皮卡丘挂件 放置在了桌上 然后 指着陆思雨说道 既然要算 那咱们算清楚 你身上这件普拉达脱了 迪奥的裤子也别穿了 还有你这头发 是用我办的会员 当卡座的吧 要么给做头发的钱给我 要么 你当着我的面给头发剃了 一阵阵吃笑 从周遭同学的身上发了出来 笑死 凤凰南珍当自己是凤凰了 不是大小姐给她包装的好看 也就是支山鸡 托吧 算清楚那要 陆思雨不会是因为还喜欢姜珠 所以舍不得脱衣服吧 陆思雨是被大小姐一直捧着 都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吧 从前一双球鞋 破了一个洞都舍不得扔的呢 现在脚下踩了奢侈品 怎么可能就舍得脱 陆思雨 我要是你 现在就跪在地上跟大小姐说对不起 陆思雨平时很高调 为了打压我 托我 她总是将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她觉得自己是独特的 觉得自己的才华不该被金钱污染 她甚至觉得我的存在 就是对她的一种侮辱 所以 过去的我一直小心翼翼 为她那强烈的自尊心一直活得那样卑微 如今 陆思雨 你在我这里狗屁都不是了 我只会将你一直看中的自尊心甩在地上 踩成稀巴烂 在同学们的议论声之中 孙虎 李涛 陆思雨三个人颜面无存 但陆思雨什么人 她死要面子 就在这一刻她也不想向我求饶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给衣服鞋子脱了 扔到了我的面前 这些东西都是当初你逼着给我的 现在都还给你 还给你 我二话没说 将那些东西扔进了垃圾桶 她满脸胀红 死死地咬着牙关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转账 做头发的钱也给你 我看你还能将脸撕破到什么地步 我则是盯着陆思雨的下方道 内裤呢 CK的内裤是不是也是我买的 陆思雨怒极了 江珠 你还要不要脸 我冷笑 我看不要脸的是你 我原本是想跟陆思雨 当着一众人的面掰扯清楚的 但琪琪看我眼角一直在流血 实在是不忍心 她强让我去医院 让我给剩下的事情交给她解决 我忍着气 听了琪琪的话 在医院被护士包扎的时候 琪琪则是给我做了现场直播 琪琪已经考下了律师从业资格证 又早已在家族律师事务所 理任了职位 所以完全可以作为 我的代理律师 为我处理所有事情 警察来了之后 带着一帮人去了保卫科调解 了解到始末之后 陆思雨这方存在故意伤人的嫌疑 但警方觉得毕竟是学生 到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警方提出 让陆思雨做些精神赔偿 然后向我公开道歉就可以 但是陆思雨这个人 让她向我道歉 恐怕彼死了还难受吧 毕竟我是她的女舔狗呢 舔了她两年 已经将她放在了 至高无上的帝王之位上 已经让她忘了自己姓甚名谁 她当场就拒绝了这种道歉 她说她宁愿多赔偿我一点金钱 也不会低下她昂贵的头颅 警方问琪琪的意见 琪琪到底是笑了 想赔偿解决呀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不知道你有多少钱可以赔了 琪琪先拿出了水鬼手表的欠条 然后拿出了我日常护肤花销 私下芭蕾课 基建课 马术课等等系列课程的费用列表 最后给出了我如今 所在的私人医院的治疗费用 陪护费用 那十万块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赔给我 不过现在珠珠的医药费就是三十万起底 还有珠珠的提升班费用 可都是按照一小时千元计算的 小算一笔就是几十万去了 护肤费美容院也有百来万 你说这个精神损失费 你能赔偿我们珠珠多少 哦对了 你说你不想道歉 想多赔偿珠珠一点钱 那你给吧 我看你的道歉值多少钱 十块 一百块 一千块 还是你能拿出一万块 十万块 珠珠的一番话 让陆思雨怒意腾生 他直接站了起来 你想讹我 不过就是划伤了他的眼角 流了几滴血而已 他哪有那么金贵 是啊 我在陆思雨心里 跟路边摊没什么区别 可我在琪琪的眼中 在我父母的眼中 我就是这么的金贵 我从小被教养 被浇惯 可不是专门为了你陆思雨当舔狗的 琪琪态度很冷 根本不想和陆思雨多废话 他道 不想赔钱啊 也可以啊 那就道歉 你要是可以道歉 别说猪猪猪的医药费不用你赔 劳力是手表 精神损失费都不用你赔 琪琪是懂心理学的 他看透了陆思雨这种人 最在意的是他的自尊心 琪琪知道我根本不在乎钱 我在乎的是怎么捏碎陆思雨 让陆思雨后悔 陆思雨还是不想道歉 警方几番劝说他 他都硬着头皮 没答应 最后警察也觉得他烦了 说 既然如此 该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吧 回头我们清点一下你 名下有什么资产 如果现金不够 就拿你资产拍卖 如果你资产不够 我们就去找你父母 看你父母管不管这件事情 如果父母也不管的话 那我们只能强行将你列为老赖 以后高铁飞机也不能做了 更加不能办理征信贷款相关业务 或许在你毕业证书上也要补上一句 此人老赖 用人单位请注意 好了 我们还有好多案子办 这里签个字就算结案了 结案书放在陆思雨的面前 他看着老赖两个字 到底是怕了 我看着视频里面 陆思雨眼眶都红了 看起来都有几分可怜的样子 还是孙虎和李涛给了陆思雨台阶下 算了 思雨 没必要搞成这样 道歉算了 说一句道歉的话而已 陆思雨便趁着这个台阶 深吸了一口气 好吧 我听你们的 我道歉 琪琪冷嘲了一句 我以为你骨头有多硬呢 十万块买不下你的道歉 加个零就够了 整天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 到出钱的时候就知道心疼了 你别太过分 陆思雨咬着牙 琪琪倾笑道 吃 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道歉 明天广播室 我讲给你十分钟时间做阐述 十分钟懂吗 记得给道歉文稿写出来 实在没有词的话 你给江珠对不起反反复复说 十分钟也行 说完 他就要走 但转过身来 就对陆思雨说道 你可别给道歉信 写成求珠珠复合的信了 咱们珠珠惹不起你这种白眼狼 你 琪琪根本没搭理陆思雨 而是对孙虎和李涛说 哦 对了 还有你们 麻烦擦亮眼睛吧 没了珠珠 想想学位和生活费怎么搞吧 看看陆思雨能不能帮你们解决 案子结束 琪琪连忙来医院看我 向我会声会色地讲述了陆思雨的迥态 我听了 稍稍暗爽了下 第二天 我就听到了学校广播处 传来的陆思雨道歉声 她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江珠对不起 每一声都带着怒意和生气 她有多么的不甘心 我就有多么的舒爽 琪琪也说 我原本呢 是想将陆思雨狠狠搞一顿的 但一想到这样会让你和她 会因为还债的事继续纠缠下去就算了 放过她吧 反正没了你的帮助 她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 只要她这个人能从你生活里彻底删除掉就行 我点了点头 也非常认同琪琪的做法 我这辈子也不想和陆思雨这个东西有任何瓜葛了 但我没想到这十分钟道歉之后 陆思雨这个蠢货又作妖了 她竟然利用学校广播 向全校师生说 不管我用什么手段逼迫她 她都不会与我和好 她会和我硬抗到底 江珠 我知道你妈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我也知道你爸是校外著名投资商 我知道你是千金大小姐 富可敌国 但是江珠 我不喜欢你 就是不喜欢你 就算你用金钱胁迫我 就算你用资本压我 我都不会顺从你 过去的两年 我已经装够了 以后我只愿你从我的人生里 彻底消失 她这一番话 无疑将我放在了 富家千金 为爱不者手段的层面上 琪琪听了 气得更是全身颤抖 我他妈让她给你道歉 她给我整这出 疯了吗 是老娘太仁慈 让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他妈就没见到 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现在想拿一把剪刀 割了他嘴皮子 我安抚着琪琪 你别冲动 没事的 让他说吧 小丑罢了 琪琪不理解 这你也能忍得下去 我淡定到 他敢这样做 到底是我曾经太傻 让他过分自以为是了 就让他自以为是下去吧 总归是不可能影响到我了 琪琪皱着眉头 现在是钱没让他还 道歉也没有道歉明白 太便宜他了 我摇了摇头 班级上的吵闹肯定都传开了 我看学校论坛上都挂上了他的裸体照片 陆思雨已经成为了学校的笑料 加上今天他的这番话 同学们背地里的笑死他去 他虽然挂花了我的眼角 但毕竟是轻伤 你虽然向他索赔了几百万 但警察也不是傻子 哪能你说赔偿多少 就让陆思雨赔偿多少的 琪琪点了点头 那倒也是 但我想着 还是气不过 没事的 他这种性格 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随他去吧 也是这个时候 圆圆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琪琪将我护在身后 警惕问道 你干嘛 圆圆抿了抿唇 然后朝着我狠狠拘了一躬 接着说道 对不起 那天让你为难了 我和琪琪一惊 随即就听到他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的 但我心里非常的感激里 如果不是那天你 勇敢地站了出来 恐怕我现在已经和陆思雨在一起了 我也没想到陆思雨是这种人 我和琪琪一顿 他则是拿出来了一包东西 这些是这两年时间里 陆思雨寄给我的 我当初就觉得不太对劲 但是没多想 现在思考下来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你送给陆思雨的吧 我现在都还给你 我微微醋眉 看到了袋子里的奢侈品 到底是让我更加厌恶起了陆思雨 我一昧听信了他们的话 以为是你一直在对陆思雨死缠难打 其实是陆思雨一直在欺骗你 我将这些东西拿过来给你 也是想让你知道陆思雨有多渣 你可千万不要再对他有任何的幻想了 他态度诚恳 我的语气也软了下来 嗯 谢谢你 另外 我还想跟你说一件事 就是陆思雨当初和你爸签约的合同里面 应该是有疏漏的 他们已经在准备 抓着这个疏漏去反告你爸 想在你爸手上继续额一笔 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爸说 千万小心这件事 我一惊 倒是没想到陆思雨还留有这一手 圆圆将手里的一包东西放在了地上 告诉我们 他将继续出国当交换生了 如果有机会 他很希望能够跟我成为朋友 说完 他便离开了 而我也在第一时间 将圆圆所说的一切告诉了我爸 我爸听闻之后 随即找了律师 通过律师口述 我了解到当初这份合同 确实存在着漏洞 搞不好 我爸还真的要继续白白地 给陆思雨团队投钱 不过 现在能提前知道 就有提前应对的办法 我爸的律师出面 直接找到了陆思雨团队里的核心成员 他们的项目虽然很垃圾 但程序代码确确实实 是靠着几名核心成员敲出来的 只要这几名核心成员答应返水 那陆思雨就算有通天的本事 也不可能翻起一丁点水花来 没多久 我就听到陆思雨状告我爸的消息 在没多久 陆思雨的败诉消息就传了出来 因为陆思雨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分 我爸也气得不清 干脆当庭反告陆思雨 要求陆思雨赔偿千万元的违约金 连带着一直力挺陆思雨的孙虎和李涛 也没有逃过劫难 一起背负了拒债不说 还因为各项缘由被学校直接开除了 最后一次见到陆思雨 是在毕业典礼上 我和同学们一起各种摆拍 想为大学生活留下最后一点记忆 陆思雨胡子拉叉地冲到我的面前 斥责我 质问我 江珠 我只是不爱你 你就想要毁了我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说 到底让我怎么样你才愿意放过我 银行的催款已经寄到我家里去了 我妈一把年纪了还要为我还债 你是不是想我死了才甘心啊 直到现在 她竟然还觉得自己遭受的一切 是因为我的打压 我冷笑道 陆思雨 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 是你想要讹诈 我爸在合同上做了手脚 你要不是这么贪心 哪里会有那些事 她依旧明完不明 我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只是被你吸引了 被你爱上了 对她这样的无耻 我只能翻白眼 同学都忍不住嘲讽她 辱骂她 但她呢 指责同学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明白 她还觉得十分委屈地跟我说 我答应跟你和好 你收手行吗 我真的无语死了 最后还是找来了保卫科 才将她拉走 毕业之后 陆思雨反复纠缠过我几次 就连她妈妈都跑到我公司去闹过 说我太恶毒 说我为爱太执着 真的有什么儿子就有什么妈 当然我也跟着两人客气 以性骚扰 直接将陆思雨送进去待了十天半个月 陆思雨的妈也被强制足不出户半个月 也是这半个月的时间 我和琪琪选择了出国发展 只是偶尔会从同学的嘴里 听到陆思雨得了异症 总说自己被千金大小姐爱上了 才过得这么凄惨 有多凄惨呢 车子房子是没有的 工作也找不到 背了一屁股债 整天只能翻一翻垃圾桶 她妈劝她别做白日梦了 让她好好找工作 她不是嫌弃工资低 就是工作太累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经常会想起 当初和我在一起时的奢迷呢 后来她妈也不管她了 她无路可去 去找孙虎和李涛要钱 说这两人当初跟着她 好吃好喝了两年 她要这两人也同样回报给她 孙虎和李涛一开始 或许还惦念着点兄弟情谊 但后来也管不上她了 直接和她撕破了脸 琪琪问我 听到这些有没有点爽到 我嘖嘖地摇头 别隔应我了 我现在一想到自己 曾经和这种人谈过恋爱 只想哟 好吗 在后来 琪琪回国 成为了知名律师 而我 顺利接受了我爸的集团 偶有一次 坐在劳斯莱斯车内 我看到了窗户外面 有个人在翻垃圾桶 像急了露丝雨 看什么呢 未婚夫轻声细语地询问 我对上她的灿烂心谋道 没什么 就是刚回来 觉得变化好大 她搂着我的肩膀 温柔道 我还以为我的宝贝看到了什么帅哥 吸引了你呢 我点了点她的鼻子 才没有 最帅的已经在我身边了 她轻轻一笑 在我额头上落了一吻 我爱你 宝贝 我也爱你 到底是有了曾经的经历 才让我知道 自己身边的未婚夫 是如此的优秀 如此的温柔 祝福天下女孩 都能拥有自己的幸福 感谢观看